OK 出发去送货啦 OK 现在送完货了 然后 去MACD再展示一个东西 就之前看到中国的MACD 推出了香菜冰箱 我叻本身是很喜欢吃香菜的人 可是就连我看到这一个搭配 也有一点切工 觉得有一点黑暗料理的感觉 所以今天就决定来DIY一个 来看看到底味道如何呢 因为离我家最近的MACD都很远 所以在这个送货的附近叻 有一个MACD的Jesual 就直接去那边了 然后直接在这里DIY啦 我应该是太久没有来这个Branch啦 现在这里要用Dash & Go 进我都完全不知道 然后我就这样刚好今天 什么GUD都没有带 所以就进不去了 去另外一间Branch啦 我应该是太久没有来这个Branch啦 谢谢大家 打包了去停在那边try吧 先小一小糊 ok就如我所说 这一靠近的MACD都离我家很远 所以就怕买回去就融大完了 所以现在停在路边来try 所以我就把整部的香菜带出来了 哪里 先来弄它的脚 因为我忘记带排开水出来 所以叻 刚才就买了100 Plus 我们倒一点Handle Plus下去搅 下去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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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舒服晒 ok 先丢一点的香肠下去 是够水的 好像不够绿喔 我们夹多一点下去 味道好上头 ok 颜色差不多了 我们倒一点这个 激动人心时刻来了 香菜汁 然后再放上一点的香菜点缀 一杯香菜Ace Cream就这样出的 看看味道到底怎样 是不太粗耶 quindi味道太重了 放多一点汁 哈哈哈哈 这样子吃不太粗耶 阿斯坡味道太重了 放多一点汁 哈哈哈哈 这样子吃不太粗耶 这个感觉还不错 可能那个 搅得比较轻强 我们搭配这个香菜叶子 试试看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奇怪 可是如果不吃香菜的人 就不要try了 应该你们会疯掉 我是觉得还好 那个味道没有那么冲击 感觉还不错 这样炎热天气 其实还蛮清新的 可能是因为我加了100plus一起搅的关系 就有一点提升 好奇它味道如何呢 大家也可以去试一试 顺利一点点继续倒给它玩 好爽 还剩几片叶子 把它丢下去 嗯 finish 还不错的 有兴趣的可以自己DIY看看 可是如果不吃香菜的你们就别try了 bye bye OK到家了 然后应该是刚才我用100plus 找了关系 所以很多guate 然后我一路上都一直打嗝 一路上打嗝 都一直有香菜的味道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